4月20日,扎岛扎克·施奈德导演的《月球叛军》正式开拍,在他放出的片场照中,还可以看到剧组搭建的飞行舱的造型。《月球叛军》是有网飞出品的科幻冒险大片,由索菲亚保特拉、吉纳马龙、查理汉纳姆、杰曼汉苏、裴斗娜、雷费舍尔等出演。 该片讲述了处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殖民地,受到了暴君的军队威胁,为了自救。他们派出一名有着神秘过去的年轻女子,去附近星球寻找帮助,杰曼汉苏的饰演的角色造型也首次曝光。 剧照中的他身披战甲,眼神凶煞,耳朵的形状也很独特,杀伤力很强,让人不敢靠近。该片的女主演角色造型虽然还没有曝光,但是名头十分响亮。 索菲亚保特拉出生于1982年,曾在麦当娜的巡演中担任伴舞,2014年,由他参演的冒险喜剧片《王牌特工》,《特工学院》上映,他在片中饰演会回旋梯的加泽勒。 2016年,科幻冒险片《星际迷航3》超越星辰上映,他在片中饰演J.L.H.一角。 2017年,他还和塞黄、查理兹赛龙合作了惊悚动作片《杰函之城》。 相信索菲亚在演过这么多种类型的影片后,可以轻松驾驭月球叛军中的角色。 另一位女演员裴豆娜,则是韩国著名的演技派女神,在国际上也很有名。 曾经出演过德国电影《云图》、美剧《超感猎杀》以及日本电影《空气人偶》等。 期待有更多角色的造型可以早日释出,也祝影片拍摄顺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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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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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